7月31日 嗨 海逼 你明天不知道去CG了吗 有没有什么心情啊 你要我说CG都办了12年了 我觉得可能会缺点心意啊对不对 你别过这装逼我告诉你 拿出你的元气来好好表现啊 感染别人懂不懂 感染别人是吧 就是 我想想啊 好 海浪声 Sounds good 我的腿别你看清楚 是 这种感觉吗 可以差不多 就这样就这样 没错没错 没问题 对吧 我懂了就是 拿出12分的元气 迎接CG嘛 对不对 是是是 行吧 那就好好加油 抓住所有东西早点不来说 记得别的短片 别忘了 订闹钟 我先走吧 第二天 考完事了回家许个行李去火车站 父亲号还是这么快一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唉 没有新意 还是红桥火车站 还是批市停车场 上几个转弯的坡道 顺便看一眼 啊 上海天真蓝 没有新意 我嘴唇怎么这么白 是不是应该去买口红 CGA一如既往的在新博览 所以大家也都住浦东 一抬头 果然还是除去三件套呢 唉 没有新意 好吧 我真的需要口红 因为第二天要直播 所以酒店放到东西之后 就去场馆彩排 还是熟悉的场馆 唉 没有新意 彩排的内容嘛 就是大家上台大概走一下 还让呆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跳了一遍 我知道这段你们不爱看我就跳过了 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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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这个物欲横流而枯燥的世界 只有我的马克18和夜光弹还有一丝温度 可惜 三个小时很快就射完了 怅然若失 而有新意的人生是面临着选择的 比如说烈日下一年中最热的上午 当你听说汉堡王在外面没找着路的时候 你会选择 A 不关我事 所以跟着大家先进场馆 B 客气客气 说我在门口的星巴克等你们 C 跟经纪人一起去找汉堡王 难道这个世界上会有脑子正常的人不选A的吗 在二号门啊 然后在汉堡王 在汉堡王 汉堡王在汉堡王的对面 所以我选了C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寻找新意的旅程 你们在汉堡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A 哈喽哈喽我是汉堡王 B 打死那一物 C 你好高啊 D 爽 请把答案打在弹幕里 我们马上揭晓 5 4 3 2 1 当然是C了 不然还能是什么 你们在想皮质啊 到了舞台之后呢 我个人认为下次快手跳修够的时候 还是可以把这个标准啊 稍微定颜柯一点的 相比之下每年的AC两我都非常可以 你看人家多好 还送我饮料 舞台内容的话就是跳完舞之后采访 用屁股想也知道 八成就是问问 哎呀练舞多久了啊 为什么叫这个IT啊 之类的 露言跳这么棒 我觉得他配得上更走心一点的问题 哎等等 我这种甲粉从来没有看过小偶像现场的 今天CJ舞台有机会感受GNZ48了呀 哇 真的你太可爱太错了 他发着好光子发着好好看啊 两边的猫儿小便子也是太灵性了啊 我死了 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鸽子又高 笑容里面有一种特别真实的从容 和不需要外界装扮来烘托的甜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元气吧 我死了 而且侦探是唯一一个有solo的 啊我死了 太好看了 侦探的发作好小啊 我死了算了 我知道你们这段不爱看 但是我还是要放 我死了 吃饭九万岁上 你在这儿 大家好我是GNZ48 眼睛满路级的邓丹妮 现在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 是 像人鬼少女 啊啊啊 快一起充满元气的努力 向前窗不放弃 You are my sunshine my energy 像人鬼少女 啊啊啊 快一起充满元气的努力 永远不说放弃 You are my sunshine my energy 有些这次音响系统还是有点操啊 就台上反送不太行 听不见自己说话 然后台下也有一半的区域的观众 是听不见人声的 你看他们都把话筒堆在一起了 好了差不多了 该看汉堡王了 我可以回拍照 你还是能够想打开 好 你还是能打开 好 咱可以回带 灵独立腾 好 不是 人工发展开 我 就 短短 一 它 咱来 像 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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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次我也没有全程拍 基本上只带了一点镜头 因为相比满眼都是别人举着的手机 当台上的表演者发现有人在认真看的时候 应该会更开心吧 我觉得我的摄影机是用来给大家制造美好瞬间的 而当我想要留住美好瞬间的时候 用眼睛就好了 OK 主要内容就这么多了 同学大佬UP们基本上早就把舞蹈做完了 就摸鱼了挺久的 我也没太区别的希望逛 因为自家展台这边就已经足够精彩了 不管是台上天门3给我打开的新世界的大门 还是亲眼看到之前认识或者不认识的UP主 把表演呈现给所有人 我都有种特别为自家网站骄傲的感觉 三天的展台 我最泪目的时刻 其实就是看到可欣喵在台上跳爱言夜的时候 背后大屏里放的是他自己剪辑的投稿版 你会感觉仿佛这一刻时间都被压缩在了聚光灯下面 然后面前真实的一只小花牢 正在带着背后过去的小花牢勇往直前 大马猫本老师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展慧可能更重要的 是能够遇到这些天南海北的朋友们 那大家可能本就熟悉也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每个人可以在这里看见真实生动的彼此 然后能够告诉大家 嗯我是一个和视频里一样棒的人 希望这些朋友们 包括每一位 线上含打死奶油线下哪个好的观众老哥们 都能带着CJ时候的放松和元气不好每天 人生啊不可以预料 整整一年之前 18年CJ 大伙一辆车一趟电梯一起入场 谁能想到 那个时候同框的老哥们到了一年之后的今天 竟然有些已经很难再见面了 一年前还没有人喊汉堡王天下第一 也没有人说要打死我 一年前有朋友说要忙考试 所以可惜不能来CJ 那么今年他考试圆满 也终于没有再凑过这个舞台 一年前我上了一次台 今年足足上去了四次 认识我的人也多了好几倍 那一年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如今会有传狗绿男男一舞 优手好闲四人组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屏幕前 跟我一样无聊的各位变态们 谢谢你们 所以发现了吗 短短的一年可以发生多少令人惋惜的事情 同样也可以承载多少努力和进步 UP主是这样 小破绽是这样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 或许CJ可以被当成是每年一个小小阶段性的休息和总结 但回去之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依然不能松懈 也不能想着水视频 今年CJ就这样结束了 希望明年依旧能够在这个没有心意的日期 在一个没有心意的地点 见到熟悉却带着心意的各位 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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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 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スタッフ встреч 陈光与点栏目 再研中繁身体的我们其他人时间 字幕里面不准处怕 追根胡乱走 我把敏彼像是这样子 等等 将军月蒼,不新鲜的